大家好啊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 对这个白犀牛海域的这个养殖 出现了这个非常惨的一个状况 我在当时买过来的时候 我回去找一下我几个月前买它的时候 刚来的时候的照片 就是非常的丰满 然后又叶子非常大非常漂亮 这一棵呢 它没有它那么惨 就是还行吧 因为它们俩可能环境 我给它们放了两个房间 一个是比较阳光比较好的 然后一个羊毛比较差的 但是我觉得条件没有差那么远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的这个它的状态也不好 只是它没有它这么的不好 所以今天我想说把它打开 看一下到底怎么了 它的状态已经差到 它已经开始就是生小白犀牛了 你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这个小叶子都打开了 这是它的仔 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仔 这个叶子还没有打开 就它可能这个母犀牛觉得它已经快死了 所以它就开始繁殖这些小崽子 然后小崽子都长出来了 我真的是不太理解它为什么变成这样子 今天来看一下吧 然后我打算把这个小崽子给它分出来 然后把这个母犀牛看看还能不能救 只要它那个桩子没有烂 我觉得我给它就是变成半水培的痒吧 就不要不要在土里痒了 真的是它之前接连开了可能有五幽朵花 都被我剪掉了 但是就是开花开完花它也没有变得恢复起来 就是真的非常的惨啊 你看这个叶子 当时是35块钱加币左右买的吧 嗯 一百七一百七一百八一盆人民币 虽然不贵但我觉得也不便宜吧 就是养成这个样子 挺可惜的 我们今天来给它打开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么先把它这个盆捏一捏 然后给它轻轻的托盆看一下 因为它边上有崽子嘛 所以可以稍微小心一些 这个根看起来其实还可以 你看这边都是有一些白的根 就是没有 我期待中的就是根都烂掉啊什么的 然后它有一个崽子在边上 就在这个边上嘛 我就轻轻的给它打开 看一下这个崽子 我能不能给它分出来 这个土也挺疏松的 这应该是个泥碳土吧 应该是用peat moss 种的 所以也挺疏松的 我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了 就家里可能我养的比较好的海域 就是这个绿天鹅绒的 这后面还有个大的 然后我楼上还有个更大的 嗯 就是这个海域我养的还可以 但是这个白犀牛 我是真的不知道它 为什么叶子会这个样子 会不会是因为它要喝蒸流水 据说它要喝就是那种 过滤过的水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太娇气的 我可能没办法满足它的心愿呢 嗯 那我轻轻的把它 两个崽子 可能还有更多的崽子 我们再找找 说不定有更多 每次出现问题去换盆 都是会扒拉的 比较彻底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般是它 找它那个下的崽子 比较好的时候 目前也没有看到其他的崽 好像就这里啊 所以它也没有缠很多的崽 打算把它淘利 拌水培 既然它在这里长得不好的话 好了 我把这个崽子的分开了 看一下 这就是这个白犀牛海芋 它的一个崽子 它的这个芋头吧 就像一个 非常小的板栗一样 就可能只有半个花生那么大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这是它的根系还可以吧 然后有一个 这个顶部有一个 就像那个半个花生大一样的 硬硬的 好 这是第二个 这个是还没有打开 叶子的第二个崽子 然后你们能看见 这边有一个这个东西吗 它应该是之前的育苗袋 它没有给它拿掉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会限制它的生长 就是像这种五纺布一样的袋子 有没有小伙伴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它的生长 它倒不是一个塑料袋 它倒是就是这种 撕一撕它能撕下来的这种五纺布的袋子 然后它的根就是穿过这个袋子 就是像这种布料一样的 还有人说海玉一旦你脱土了以后 这些根全部都变无效根 就没有用了 但我的习惯还是会给它们留下一些根的 就看着这些根都白胖的 我感觉全部把它剪掉 有点可惜 之前另外那盆 哎呀又发现别的崽子了 之前其他 之前我那个绿天鹅绒那个海玉 当时在换盆的时候 我也没有把它的那个旧的根系去掉 但是感觉还可以 这个是一个崽子 这个特别小 这个得放在水苔盒里面培育了 大家可以去看我水苔盒的那个视频 这个又有一个 都在这底下 就是崽子还挺多的 把这个五纺布都给它扯掉 会不会是其他呀 好几个三个 四个 这个崽子都已经发芽了 你看它这个有根系了 都已经发芽了 我捏了一下它这个装子啊 这个白犀牛的装子还是硬的 然后它的根系也都是白的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还是可以拯救一下 我打算用桃利之后给它种在桃利里 一会儿拿水给它这些根冲一冲 之后过几个月再给大家更新吧 但是今天就是给它打开看了一下 没有什么特别烂根啊 什么情况 所以我还是不知道它为什么会 就是整个状态特别特别的差吧 我没有找到原因 没有特别明显的原因吧 我给它换一种培育的方式 然后过几个月给大家更新 看它有没有状态好转 然后呢 我还会把它这个小崽子都分别给它种起来 然后看看它们之后发展的怎么样吧 这几个小的没有长叶子的崽子呢 我目前是找到了四个 我会把它们放在水苔盒里面 然后去发根 看看之后能不能顺利的长出那个小的植株吧 剩下这一堆土 我会再扒拉一下 看看有没有落网之余 因为你看它长这么小 就真的很容易就是 就是换在你换盆土的过程中 就被你不小心就打垃圾扔掉了 所以我一会会这样 就是捏一捏这个土 然后去找一找那么硬硬的那种小块 那就应该是它的崽子了 好了 今天给大家视频做到这里 这一盆我可能也要采取同样的这个方式去看一下 然后去给它转个转个半水培吧 我这种盆它是这种方式的 里面呢就是带孔的这种内盆 然后外面有个套盆 然后你就里面放桃栗 然后把它这个植株埋进去 然后浇水的时候 你就拿到那个水龙头里要冲 冲它那个水就会往下漏嘛 不像土 就是比较容易弄得到处都是 所以桃栗拌水培它会比较轻松一点 然后可能海域会喜欢 我也不知道 我们试看看吧 然后这个就是 还会有这个水位的这个杆子 所以一般你会在底下留大概一厘米的水 在里面 然后它就会慢慢的桃栗会给它往上吸水 然后去让这个植株有水分 大概是这么一个原理吧 好了 给大家讲到这里 后续再给大家更新 看看我能不能把它给救活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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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